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那今天的话是12月12号 也就是我们双十二 那今天的话也是购物节开跑 所以在正式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如果说有一些想要网购的商品 或是最近有想要买一些 不管是小东西还是大东西 今天的话应该是会有一些折扣 跟大家闲聊一下 好那今天的节目的重点有四个 第一个是全王台积店 再来大家最爱的鸿海 还有今天新闻报最大的联发科 跟联发科相关的供应点 我们今天的节目的重点 会放在这三档大公司 还有联发科相关的供应点 主要的操作跟交易的策略的部分 今天会谈比较少基本面跟题材面的部分 我们直接来讲实务操作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做 好首先我们先来看到 今天大盘的整体盘式 这个是我们早上会员的第一通Cotion 8点56分 直接看重点 目前的盘式像是走三步又退了2.5步 所以说目前我们针对这个整个盘式的规划 我们要像一个猎人一样非常的有耐心 我们先看到昨天晚上美股公布CPI数据是符合预期的 那这一次又是在一个不确定性消除之下 美股昨天晚上又迎来了大涨 那台股当然在夜盘的时候也涨了蛮多 涨到23000年的部分 但这边我认为其实相对来说不会是一个开盘就去买非常好的买点 大家看到这张图收盘正6.5点 这张图是大盘扣除台积电之后 一整天的走势到收盘只剩下6.5点 留下一个上影线的黑K 那整体盘式扣除台积电之后 整个盘式就是一直这样开高走低的状况 所以说目前投资朋友在操作的时候 第一点是要非常有耐心 再来第二点你要先拟好你自己的剧本 当你的剧本真实要发生 来到打击区的时候 你在勇敢的进场勇敢的做出手 所以我也跟这边跟所有投资朋友说 就是包括我们今天这个部分 从早上9点到中午12点这段期间 我们一直在做什么 一直在做等待的动作 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出手 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今天是有出手的 一直等到将近一点 我们才带会员出手买进股票 这个也是我一直在提的 你自己剧本设定好之后 什么时候要出手 等这个非常理性客观的数据 等到之后你再进场做一个布局 好讲完这个大盘之后 我们先来看今天最大的新闻就是 联发科传出首次打入苹果的穿戴装置 也就是Apple Watch 那这次是打入穿戴装置 不是iPhone的部分 当然这个部分也是对联发科技术的一个认可 因为苹果这家公司对于QC的管控 不管是这个技术的部分 质量的部分 要求都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能够打入的供应商啊 基本上就是已经被苹果有一个盖章的认可啦 那这个部分的话 虽然联发科还没有实际的回应 但是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联发科今天的股票已经股价上已经有一个明显的表态了 那这也是联发科第一次切进啊这个苹果的阵营 因为毕竟他之前啊就是都是在这个安卓的阵营的部分嘛 那我们直接来看交易层面的部分 首先我们先来看联发科的整个走势图 大家可以观察到在今年第二季的时候 也就是5月到6月的时候 联发科迎来了一波大涨 它的股价从这个966块一路涨到历史高1500块的位置 在这一段期间啊 大家直接看这个红色圈圈圈起来的部分就好 在这一段期间啊 我们去观察的一个指标 根据我们的经验就是10日线跟20日线 也就是这个短期的这个10日均跟这个月线的部分 是我们最主要去进场去观察的一个指标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认为到现在都还适用 联发科这家公司其实在今年下半年 是持续的跟大盘一样做一个呃形状非常像嘛 就是一个连续WD的一个盘整的状况 那以操作上来说啊 他今天有一个股性的改变 一个大涨 虽然最后尾盘只有涨2%多 但是他基本上已经改变了他这个温吞的股性 可是他主要的大涨是来自于啊 这个新闻的加持 那我认为这边短线乖离放大 什么时候可以进场布局 我认为你去等到他回撤10日线 20日线的时候再去留意 再去做布局都不晚 就像是前面这一波一样 我认为历史经验会告诉我们啊 这个操作上来讲的话 会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寻啊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 这三家公司是联发科相关的供应链 包括雍智 打发跟一拳 那关于这三家公司的题材面跟基本面 在今天晚上准备上架的这个财经及时通 我的节目啊讲的 已经都有完整的讲过了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 知道这三家公司相关的故事的话 再去看财经及时通的节目 今天的话主要一样放在操作的层面 交易的层面的部分 首先第一家公司是雍智科技 我认为这家公司是体质非常非常良好的公司 那大家可以去观察它的同业 像是6510的金测 还有6223的旺系 在今年的表现都非常非常好 那雍智的表现整个看起来 大家也看到整个股价走势是往下的 表现比较差的原因是来自于雍智 对于切入AI这块速度比较慢 那以交易逻辑上来说的话 我认为长期300到320块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买点 以今天股价来看 今天收盘价是329.55元 我认为也非常接近了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者的话 我认为现在就是一个还不错 非常好的买点 因为明年随着雍智的AI动能进来之后 表现应该也是会还不错 但是如果你是做比较短线 做比较短期的投资者呢 我认为就是等待这个黄色这一条季线 向下做扣底的时候 一站上季线 就可以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好 这个是雍智的部分 下一家公司是这个 研发科旗下的小经纪达发 直接讲交易的策略 达发今天是怎么样 是呈现一个爆量的一个大涨的状况 盘中甚至一度接近涨停 我记得是89%左右 那尾盘又稍微收下来 交易的重点就是 爆量不追高 但是可以放进自选股 这个操作逻辑是怎么样 今天达发爆量代表说 市场开始有很大的关注度 代表说什么样 代表说有法人跟一些大型的机构进来买 但是他们往往买完 可能整个股价的表现 跟整个股价的走势 可能又会开始进入一个短线 再拉回整理 拉回整理的状况 所以我认为这边操作策略就是 等待月线上扬之后 就是绿色这条 等待绿线这条月线上扬之后 等到拉拉回再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这个是我对于达发的交易策略的一个看法 好 下一档公司是2486的一拳 这家公司策略上就比较不一样 可能你看很多节目 很多财经相关的资讯 都直接告诉你 拉回买拉回买拉回买 那我认为有一个族群 其实不是玩拉回买的 就是题材股 题材股基本上你知道它的故事之后 你知道它的基本面 跟未来的这个公司的做梦题材之后 非常简单 有兴趣你就直接上 这个是可能一般分析师不会跟你说的话 有兴趣你就直接上 因为这种公司最主要的涨幅 都是动能的延续 都是这档股票 目前市场很烫很热 它就是会每天涨一直涨一直涨 就像是我们手上的4977的重打 我们在11月12号 11月20号 这两个交易日进场做布局之后 它在11月底一发动之后 是连涨6跟上去 然后我们做一个获利了结的动作 一拳同样也是一档题材股 它也是一档还没有开始赚什么钱的公司 但是它的未来的题材非常好 有兴趣直接看我晚上的那个新闻节目 那这个部分的话 你设好停顺就直接上 这个是我给所有投资朋友 一个在交易上的一个中部 当然你如果不是这么积极的操作者的话 那像这种股票 你就可以直接略过 那如果说你是对于这种股票 有兴趣的话 设好停顺 你主要去看它每天 有没有呈现一个量滚量的趋势 而且每天收盘一定要持续的创高 那这档股票就有可能持续的一直涨上去 那这个部分的话 是跟其他股票比较不同的地方 好那讲完这个联发科相关的供应链之后呢 我们来讲 我们来讲大家都在看了这个鸿海的部分 好鸿海这边的话 相对来说的话我就比较悲观 大家看一下这边 紫色这个方向这一块 这边是谁 这边是外资的买卖超 大家可以看到洪海从11月中开始之后 外资的是怎么样 是持续的在做卖超的动作 但是大家去看洪海的基本面 表现还是非常的不错 所以我相信市场上现在有两部分投资人 因为大家都在看洪海 一部分是套在前面的 一部分是接下来想要不要去低接的 针对想要去低接的 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打消这个念头吧 因为外资持续的做卖超 像这种大股票 大家知道洪海的股本非常大嘛 那像这种大股票 一定要有大资金进场去推 才会推得动 你告诉我外资一直在卖 洪海股票要怎么涨 基本上就是很难嘛 非常难涨嘛 内资也不会去玩这种股票 内资现在到年底 到这个圣诞节 到年底到跨年到农历年前 他们要做账的是一些中小型题财股 不会是这种大股票 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 我要请投资朋友特别特别做留意 那当然如果说你手上本身有持股 甚至是说你的成本是在比较上面的 套的比较高的话 那我认为洪海这家公司 可能短期上时间拉长一点 真的会比较辛苦一点 那目前的话 筹码偏空 形态破线 这个也不用我讲了 整个红色框框这个区间 要请大家特别做一个留意 这边持续的做一个破线的动作 洪海可能需要一个新的题材 或是一个新的 新的 比如说跟AI server相关的 或者说跟他在电动车发展 这一块相关的 有个大的利多进来 洪海的股价 可能才会再次的转强 所以我必须跟大家说 如果说你有手上有洪海的话 那你可能要特别的留意 也不要随意的做加码的动作 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的部分 好那讲完洪海的部分 再讲台湾最大的公司 也就是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 那在看这家公司之前 我们先来看今天一个大新闻 这一位 这一位这个 人兄 这一位大哥 他就是台积电的营运长 共同营运长 米玉姐先生 那他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这两天参加了 这个一个相关的一个技术论坛 也就是电子元件的年会 他主要提到台积电未来增长动能 还有包括所谓的两奈米 还有3D 3D封装的部分 还有包括接下来进入到 埃宁制程的部分 一个重点就是 这一位台积电的高层 就说最好的日子 还没有到来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台积电 这个在交易上 操作上的表现的部分 首先第一点 我们看到大人就是外资 外资近期 其实是有这个回头来买超台积电的部分 慢慢的再买回来 然后再加上台积电今天是怎么样 是除息 那他今天也顺利的做一个填息的动作 那接下来成长动能 不管是在两奈米 埃米制程 还有CPU 大家知道 其实说真的 市场上很多细光产业的股票 但是其实最主要最主要 最好的技术 当然还是在台积电这边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认为台积电在整个竞争赛道里面 它的这个竞争力 真的是非常非常强 那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说台股要继续 接下来走这个第四季 指数创高的行情的话 台积电是不可能会缺席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认为管理层非常非常有信心 台积电的部分的话 一样会是我们台股 我认为啊 长线投资者最好的一个选择 那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你是喜欢台积电这家公司 你也持有这家公司的话 那我会建议所有投资朋友 这家公司可以持续的续报 随着这个 不管是产业的竞争力的持续的领先之外 我认为啊 股价的表现 在这一波外资比较敏感的时期过后 就是地缘政治比较敏感的时期过后 我认为台积电还是有机会 再去挑战前高 就是1100大学长的这个位置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好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讲到几大重点 包括台积电 鸿海 联发科 联发科相关的供应链 联发科相关的供应链 不管是题材面还是基本面 一样 晚上的节目财经集中记得去看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哦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制根本 在的是地责方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 给您的薪水